南投县首间旗舰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日前进行节目仪式 活动中邀请微服部心理健康司长 陈立中等贵宾一同接牌起用 开启南投县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心理城 县议员尤浩 洪浩元 曾正妍 张家哲 陈翰丽等人 也到场关心 今天我们南投县成立第一家的心卫中心 那这个中心最主要是服务我们精神障碍 以及有一些入室的 那另外一般的也可以来接触服务 那我们感受得到心卫中心的所有成员 大家都非常贴心 用心 同理心 还有爱心 要来服务民众就是非常恰当的 县议员曾正妍指出 现代社会心理疾病患者越来越多 包括忧郁症 躁愈症等 甚至有年纪轻轻 想不开就自我了结生命的民众 因此心理卫生中心的需求是必要的 非常感谢县府等单位的用心 南投县第一成立接牌的中心 这有需要做吗 真的真的需要 陌前我有听刚才我们的书长里说 南投县要设计三位 陌前一定是南投保理得胜 这真的好 因为这些冬金的社会 很多是都躁愈症 忧郁症 甚至有的就想着要出生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要有爱心 同理心 耐心 对我们的缓假 要有平常心 也动作请我们一家人好好地 和关心和照顾 会组出这个瓶颈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长 陈立中也进一步指出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是未来十年卫福部的重大政策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是心理的卫生所 由他来照顾周边区域内的 相亲心理健康 各管师主动出籍进入社区 而不是等着民众来访 是守护相亲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基地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